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6月30号星期日 这博走龙太郎这个事我们报过两次了 今天应该算是一个结尾了 做一个结案 他这个事情几次反转 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反正他就被杀了 看起来应该像是可能是被中国人做的 可能感觉是中国人在日本买凶杀人做的 当时就认为他做生意不是特别讲究 拿着很多中国那一套跑人家店里去抢人家客人什么的 觉得有可能是由于仇杀 后来就进行了反转 等于是他的女婿 等于算是内缘丈夫 就没有结婚的女婿动手 当时后来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 我们还挺替他女儿感到伤心难过的 觉得他女儿短短的几天之内 一下等于所有的亲人都失去了 失去了父母 又失去了自己的丈夫 今天迎来的最终的大反转 我相信应该是最终的大反转了 后面我想应该也不会再有什么其他的变化了吧 不知道 但是反正现在看起来反正是现在来讲是个最终大反转 最终大反转 宝岛龙太郎的女儿 宝岛珍代美被警方抓捕 现在警方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是女儿女婿雇谋谋杀害亲生父母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到了最后的一个最终的大结局 警方在5月份的时候当时抓捕了主贤 宝岛女儿的内缘丈夫关根成端 6月27号在前天宝岛女儿 宝岛珍代美也被日本警方抓捕 现在等于这个事实际上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里边真正参与的中国人 目前看起来就杀害宝岛龙太郎 但因为死了两个人是中国人 等于后护着中国移民 他们现在都拿日本身份了 两个中国移民 真正主贤里边主要就一个中国人 就他女儿宝岛龙太郎的女儿宝岛珍代美 剩下看来应该都是日本人 还真的都是日本人 关根成端是日本人 是他的女儿的内缘丈夫 还有宝岛龙太郎友人的前天亮 前天亮好像也是一个日本人 他们的专门 这是当地的一个日本的一个房屋中介 好像是 也是他们的朋友 帮他们一起进行房钱投资 他们挣点钱就买点房子 军营发展投资 等于是关根成端 和钱天亮两个人在他们去看房子 在看房子的时候 埋伏了两个日本的杀手 这两个日本杀手 其中有一个 以前还是日本的一个电视剧的 一个童星 还记得吧 然后这两个日本杀手负责杀人 负责杀人之后 他们杀完人之后 他们就走了 走了之后 再有另外一个人 拿车来把尸体接走去焚尸 焚尸是另外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人 负责找人来 这会儿 就是所谓的他的大哥 叫他来去焚尸 等于这是四个日本人 还有两个凶手 一个焚尸的 一个安排焚尸的 这一共是四个 还有两个 就是关端成瑞和钱天亮 负责把两个人骗过去 等于这六个 等于杀了两个中国人 六个全部都是日本人 当然了 现在还有一个主谋 就是关端成瑞和他这个女儿 宝岛真戴美是这个主谋 所以反正这么一个情况 不管怎么着 最后日本警方发现 他们应该是共谋 他通过手机当中的资料 还有其他六个人的证词 说关端成瑞和宝岛真戴美 两个人曾经就讨论 就是把父母杀害之后 公司的经营方针 咱们两个死 咱们怎么经营 关端与真戴美 在学生时代的时候 同学就曾经在学校里 谈过恋爱 后来毕业之后 也就分手了 分手之后 又过了几年之后 后来又联系 又再次开始交往 然后关根在宝岛夫妇的公司担任经理 宝岛将其中的几间店铺 交给关根去打理 这么一个情况 真戴美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跟父母发生了这种争执 争执之后 辞去了父母公司的董事的职务 等于不知道是辞去了 还是被父母赶出去了 反正被弄出去了 弄出去了之后 然后真戴美就跟关根俩人就开始协商 与宝岛夫妇的关系就恶化 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然后宝岛夫妇被杀之后 真戴美由于作为唯一一个女儿 她有继承权 从5月她们被杀害之后 重新开始担任公司的董事 又重新回来了 开始执张公司 到6月27号 最后被日本警方抓捕 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 不过当然了 我也是说新年这种新闻 就是说反转之后再反转 没准了再过一个月 两月再要反转 但如果没有的话 应该也就是这样子了 但是她里边有一点的 我不明白 为什么 她说宝岛珍代美 是宝岛龙太郎的长女 这个我就不太明白了 她本来应该是只有一个女儿才对的 你知道吗 这我不太明白 她既然说长女的话 说不然她下面还有弟弟妹妹 这个情况咱就不了解了 好不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最后再来大反转 然后是妹妹或者是弟弟策划 激怒姐姐 然后最后把姐姐也送进去 然后哇塞 能拍电视剧了 你知道吗 电影都拍不了 一个半小时电影拍不了 这么多剧情 你知道吗 这需要一个三十几个电视剧 你知道吗 反正不过怎么知道 大体上到现在为止是这样 后面再有没有反转 咱们再说 好不好 这个事我真的没想到 我们一路跟着走过来 最后是这么一个结果 我们曾经还挺同情她女儿的 结果没想到的 人家也不需要 好吧 好 那这期就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